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的YouTube 因為早前綁定了香港的 銀行戶口 我們正在轉移 因為我們的相關銀行戶口 正如我們的公告所說 被港共政府凍結了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 戶口轉移 需要一些程序 所以我們的廣告模式 暫時停頓了 所以大家應該會看到 我們現在所有影片 所有廣告都會暫時沒有 同一時間 會員收費頻道也會停止了 請大家不要驚慌 我們會盡快處理 當然啦 我們自己本身都非常擔心 你說我們完全不擔心是假的 但是我們正在處理 我們希望盡快處理到 一旦處理到 我們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我們也有考慮過 當銀行戶口被凍結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 考慮過會不會 我們難以持續的 免費模式 我們現在 應該 理論上 想到方法可以處理到 所以希望大家 留意了 有兩個事項 我們繼續說這節之前 這節要說的是 藍燭 拒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說不 我們繼續說之前有兩個事項 第一個就是 本月27日 星期三 即是大後天 大家記住 美國時間 東岸 10時早上 英國時間 下午3時 香港時間是晚上10時 這個 就是香港議會選舉籌委會 對外 第一次 發佈 新聞發佈 我們已經把大量的 PASS Releases 發放了 給大量的國際傳媒 還有 香港傳媒 還有華民傳媒 希望大家留意 我們也將會 本台兩位主持 Johnny 和Tony 透過視像方式 出席相關的新聞發佈會 新聞發佈會主要是兩個 講者 第一個 就是籌委會的主席何良茂先生 第二個是袁弓儀先生 兩位是主要的發言人 我們雖然是在視像出席 但是應該我們本台的兩位主持也不會發言 我們本台會在相關的時間直播新聞發佈會 希望大家出席 以及支持 這是第一項活動 第二項活動會是8月6日 8月6日有一個電影欣賞會 這個電影 就是我們上一次介紹的 黑羊紫荊 中文叫做 香港本色 裡面的電影內容主要是 這個就是2016年的梁天琦 和黃台仰 還有一位 社運的 抗爭者 李東星 這次8月6日的活動也會跟上次很相似 也會在Pinz Trout Cinema 英國倫敦的唐人街 旁邊 那一場是12點15分 這場電影 放映完之後也會有一個 答文環節 會有電影的導演馬寶康先生 會有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的Sam Goodman 會來做主持 會有社運抗爭者李東星先生出席 這個活動 除了Hong Kong Watch之外 就是我們另一個友好的 認識的組織 香港人電影團Hong Kongers Film Group HKFG 聯合主辦 我們可以算是輔助的單位 我們並不是主辦單位 我們幫他推廣這件事 因為通常有興趣看的 電影的朋友 通常我們的聽眾都很大興趣 希望大家留意 如果可以就記得快點去賣票 當然就是看了的人就不用了 未看的又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快點去賣票 因為應該只有這一場 再搞就要再下一次 好 先說一說 這個叫做2022年東亞杯 踢球 日本隊對香港隊 日本隊 實力太強了 輕易擊敗了香港隊 6比0 輕取了香港隊 好了 有令人惋惜的事 原來中國內地網友 在體育賽事上面 大搞政治議題 近日 中國網上 有熱烈的討論 發現 相關的賽事 進行的時候 賽前就是有國歌儀式 看到 整隊香港隊 說得上是香港男儀 整隊 幾乎清一色 沒有人想接受 這個 這樣的 歌曲 他們 低頭沉默 當播放義勇軍進行曲的時候 中國大陸 覺得這件事 令人異常憤怒 氣渣 非常氣憤 要嚴懲相關人士 說相關人士踢球 相當之亡本 對於 中國強大的認同感不足 你們聽到很想笑 他們原來 播放國歌的時候 一班人 低頭 又或者不出聲 又或者目無表情 原來 就是要嚴懲 令人氣憤 也有中國媒體 甚至乎用心寒來形容 他們 繼續想進一步推廣他們 就是 這個洗腦教育 他說這個 香港的足球隊之所以 會有人呈現這樣的狀態 完全 源自於 香港的思想教育失敗 他用這個角度報導事件 你說香港 思想教育失敗 最近和可以有很多事件 就是相求烈 我們網上也有很多網友傳閱 傳閱 香港的國民教育科 國民教育科裏面的內容 全部變成 共匪用語 全部有四個支持 四個堅持 四個堅持 然後裏面有一大堆 就是洗腦教育 要叫你認同 就是 統一的中國 又不可分割 全部 甚至乎叫你讀習近平思想 這些真是令人心寒 說回這次的賽事 這次的賽事在日本舉行 那麼 這個香港的 足球隊 11人裏面 只有一個人在中國內地出生 那個人在遼寧的大連出生 後來獲得香港身份證 其他的隊員 全部就是香港人 他們可能是香港本土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都不太肯定 我只是看新聞報道 因為看照片有些好像 有些樣子好像鬼鬼的 所以我不清楚他們那個血緣的國籍 這個不是重點 最大的重點 就是播放國歌的時候 他們就是目無表情 只是這件事 足夠 令到香港人 真的要對這隊足球隊 就是要予以最大最大的支持 當然啦 不知道會不會害到他 但是整件事都進行了 中國內地的媒體就已經大大力炮轟 這樣 正正說明了他們又是做對了事 所以沒辦法了 你想叫我們不支持也挺難的 原因很簡單 我們是香港人 香港人你被迫要接受一個獨裁政權 這個獨裁政權 會在香港殺人 這個政權的國歌 你要他們 高興拍手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這件事 根本超越人類道德底線 他們目無表情 只不過證明他們 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正常人 他們甚至乎可以說得上是男子漢 我們香港人 跟全世界 很多 遭受中國共產黨政權迫害的人 是立場一致 我們不會 承認 跟你們 有甚麼關係 我們不是所謂甚麼中國人 如果你要我們 強制 接受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 要做中國人這件事 不好意思啦 我們全部人 會跟你說say no 近日可能發生很多風波 我們也不再說了 我們最近很多網友 不厭其煩 將他們那個 很大的精神的支持 跟我們說 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坦白說 我知道他們是 非常支持我們 或者非常支持我們香港人的 我們繼續自立 其實呢 有時文字 的確是 聖不過這個言語 聽到他們的錄音帶 對我們 打氣呀 鼓勵呀 發表他們的意見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聽到他們的聲音的時候 有時當我們都會覺得很迷惘 或者覺得很沮喪的時候 聽到他們的聲音 就好像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們也會盡量保留這個類似封煙的環節 這節完結之前 我也想播一播 另一位聽眾給我們的錄音 大概是兩分鐘多一點 希望大家也可以聽一下 兩位主持 你好 我叫Eric 我從2019年開始就聽你們的節目了 直至到現在 當中有很多說你們叫人不要捐錢呀 你們跟網友交代你們現在身處在哪一個位置呀 在做些什麼呢 我自己本身一直有追開都很清楚 我在這裡也想跟大家網友講一講 現在升旗易得道 他們正在走的 是一條不歸路 這條不歸路是直至到香港 光復了之後才可以回到香港 無言之就是說他們永遠 如果香港光復不了他們都不能回到香港 這是第一點 證明了他們是很有決心和勇氣去做這件事 第二點 袁爸爸說得沒錯 袁爸爸在上一個節目就說 就說其他網台 根本在這個節目裡面 就沒有講過一些反共的說話 也都沒有講過一些得罪中共的說話 從頭到尾就做些什麼呀 只是 籌期啦 課金啦 尤其是什麼黑兵台呀 什麼會計師台呀 說幫你搞什麼移民呀 那些 如果他們真的收了錢 而到抹黑星期二 我都還欣賞他們 但是如果他們沒有收錢的情況下 做這些事情 這些根本是這麼愚蠢的一台 我們聽來做什麼 聽到自己都蠢了 第三點 就是想 說給 在身處英國 的抗爭者 流亡者 他們聽的 他們大部分都很年輕的 可能人生裡面呢 有時候未經歷過 但是希望他們呢 可以想一想 抗爭不是只有一條路的 抗爭以外 他們的生活 他們要找東西做 要維持自己的收入 是需要付出的 不是說各樣東西都要靠別人的 如果這個光伏要做十年 二十年 不知多少年的 只可以完成得到 或者做得到的 那這段時間怎麼過呢 他們不是不應該 是天天掛著想著抗爭 而其他事情都不做 怎麼學 也應該要學怎麼做人 怎麼做好每一天 做好每一件事 甚至乎在當地英國 去讀一下書呀 找一下工呀 人生就會充實 那你就會學多些東西 我要說的話就這麼多 我們多謝這位聽眾 留言給我們 我們也會 盡量時不時 就是再去 搞一個類似的類似給大家 留言 可能發表一下意見 當然啦 也是那句啦 最好不要說其他人 我們不說其他人 不是 不監察他們 我認為是時候 對全香港的網台 要進行監察 這件事我們也會慢慢在節目 也會做 這次的事件也正好說了 原來 真的 外面有很多網台 簡直就是徹底 不知道在做甚麼 這件事坦白說 不是我們的聽眾 或者是外面的人驚訝 我們本台 也真的覺得相當之驚訝 我們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裏 好了